富士山顶上白白一层积雪 像是戴了小白帽 这是每年富士山初次积雪的景象 又被称为除灌雪 不过今年山顶却依旧一片光涂涂 除灌雪是一年中过了夏季最高温的那天之后 山顶首度因为积雪变白的情况 平常大约在10月2号就会出现 去年则是在10月5号出现 不过现在已经10月底 山顶依旧没有白雪覆盖 成为130年观测史上最晚的一次 富士山附近居民也觉得很纳闷 还有特别从日本各地来到金刚的民众 只为了一堵富士山戴上雪白小帽子的迷人风景 专家指出通常气温在接近零度时就会降雪 富士山顶的气温已经多次低于零度 但是因为天气多是晴天所以没能积雪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则是气温寒湿度 专家解释富士山是否能够顺利迎来出灌雪 将取决于降温情况 近期反常的持续高温推迟了出灌雪的时机 专家同时示警 这代表今年冬季温度将会高于以往 期待富日上雪的民众恐怕还要再等一阵子 东森新闻重会转离近综合报道